历经这次长周末的好天气后 本周休斯顿又要下雨了 请看记者妮扣的报道 本周二开始风雨要朝德州来袭 根据气象专家预估 我们至少到本周末都会受到风雨影响 周二全天可能有零星震雨和风暴 周中下雨的机会将增加 本周大部分时间都会处于潮湿 且不稳定的天气模式 因为南风是德克萨斯州东南部的水气充足 预计未来一周天气将会十分湿热 且多雨 因此呼吁民众在出门时随身携带雨伞 以备不时秩序 光是在今年5月 大休斯顿地区累计了超过10亿英寸的降雨 这占全年降雨量的一半以上 而这并不代表未来几个月雨量会有所减缓 因为到了6月1日开始 德州东南部地区也正式进入飓风季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 今年的飓风活动将会比往年都活跃 提醒民众及早做好准备 避免人才两失的情况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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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